因为上个版本我们会执着于去玩3322精密95 这种95系统的阵容 是因为那个版本非95很难吃鸡 而版本一更新呢 我还在执着于玩那几套95 但其实这个版本是什么阵容都配吃鸡 什么阵容都配前二 也不一定要吃鸡啊 吃鸡要很怪物的质量 你得海克斯和那个文章之处开的配的很好 因为冷守一本文章之处 就吃鸡要很怪物的质量 但是说到底就什么阵容都配吃鸡 所以随缘玩给你什么玩什么 这是这版本说到底最重要的一只上分秘诀 海北用了两天的时间才无 这版本 这版本你感觉怪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龙弹 让整体的质量变得很高 让节奏变得很快 这是关键的东西 所以你需要玩更快节奏的阵容 这版本因为有龙弹能守一个转值 后期是很容易出现很怪的那些羁绊的 比如说七龙 上版本都见不到的八黑魔 基本上能守两转值吧 这边这个东西是好的 直接玩艾西是有吃鸡能力的 但是因为我手里是没有一件数数装的 我玩艾西离得太远了 所以我不会拿 正常如果装备是攻速大剑是可以拿 然后我这边是一个漏装开局 漏装开局拿什么好呢 拿二费成双是能走连胜的 所以我会拿三 然后我最好需要他给我什么 我是希望从来 啊 有重铸 纠级 纠级凡 变异是什么 哦我有变异 吸血 先打工啊,后期再住了 我这一波包括拿二费成双,包括拿这个转值 都完全没有考虑后期要玩什么 我现在是不知道后期要玩什么的 我拿这个的原因是 我现在能打连胜 我这把,既然这样做了 我就一定要打出纠集打连胜 我现在是没有考虑我要拿后期玩什么这个东西的 我要过度 过上去以后再根据情况去看 这也是一种玩法 当你不知道玩什么的时候是可以这样的 你完全不知道玩什么 那这时候你看你这个质量会输吗 肯定输不了的 没能能让你输的 那你就先过度打连胜 这种这样去玩,你最差最差后面全烂 玩的已经猪脑过载的全烂 你也不会滴七滴吧 你至少,至少前六 然后你后面如果头脑清晰 并且找到了一些能玩的阵容 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前三 这是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的办法 就我真不知道怎么玩了,怎么办呢 就这样玩 四格斗,我开过度了 这是一个挺好用的办法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不知道怎么办 玩什么的 你看你这装备 你这牌 你肯定得合一件吧 你两个两星的 这东西都拿了 你不可能变成12块去走连败吧 肯定是要走连生的 走连生你肯定得合一件装备 那你这几件能合的 你不可能去赌一下 所以我肯定就是先合个日线斗篷走连胜了 那出来了 刚才出来了一个学者 一个便衣 一个格斗 还有个什么来着 还肯定 还有个极客 那你走连胜最好就是拿格斗了 因为你手里是有一个两块钱的格斗的 为他提供羁绊 然后这边 如果能给我攻速大剑全套是最好的 因为这是输出装 没有的话 就啥都行吧 这能给我一个攻速 我是没想到的 说实话 那就很完美 就攻速给了 那我甚至能玩爱惜 说实话 我四张爱惜 我五张爱惜 我真的玩爱惜 这里要吃十 这里一定要吃十 这个可以进 不行 这个走 我五张爱惜 确实可以走这个的 看十甲虫 然后住了 直接三千爱惜 就玩爱惜去了 格斗转也住了 全住了 我有个虫住 你现在的装备盒都不一定代表你要去玩这个东西 哦 这家有点强 圣杯 圣杯95 总发明 圣杯 圣杯分离 这家现在有点强 圣杯分离带直击落点 他还能减我的治疗 我的输出频率有点低 这家挺强 但也不是我的对手 他是冒火的 塞纳 塞纳的位置不行 这家也强 这家也强 这样站吧 这样站能打到这里 那排他的话 反正没有机器能 我怎么站都可以 排这边能全部打到 排这边也能打到 站中间一格好一点 正好打到他 艾西的作用 不单单是一个点杀 艾西还有一个作用 是他能减攻速 他能减他的攻速 变成0.4 好 我今天下午没播 不是 我今天下午加班 加到现在了 已经 兄弟们点个关注吧 累穆了 我加班加到现在 这样的话 我经济就还可以 30块钱竞业怪 原来有这么多人 没点关注 我发现 我说请你们点个关注吧 突然 左边 我自己主播视角 看谈幕的东西 出来一连串的 这个 谁谁谁关注的直播 原来你们看直播 有这么多人没关注 攻速 杨刀 杨刀肯定要合的 首先杨刀肯定要合 我不用犹豫 看一下 这家冒火哥 左右两边都得站 哎呀打的是赏金 我就感觉我要打这家冒火哥 我并不一定能稳定拿下他 他强度有点高 因为他有二进制的 所以我提前拉六了 但打的是一家赏金 有点可惜的 直播还是要吃屎的 艾西先不走吧 这个先走 留一首艾西 看看海克斯 因为我杨刀也是能玩艾西的 我毕竟数量实在太多了 我手里五张 手里五张真的很夸张 我能补出什么羁绊吗 变异是个唏嘘 杨刀玩332 我能不能玩332 樱台手 这东西挺强力的 给他抓过来 好减速了 你看放这边一个 放这边一个正好打不到这里 然后他正好打不到我 但是我能打到他 然后又减速了 你看这非常重要的 不要小看这一点点攻速 很重要 再狙一枪 打大连胜这把 这一波就可以拉7了 逆分斗志粉碎7应急护甲 说死话都不太好 也就只有粉碎7能拿 这加机器人左右两个 这加确实有强度的 二进士排到了 要拉远一点 这波拉远一点的意义是什么呢 首先拉两个机器人 保证都勾我同一个 其次我这里还是能减速到他 但是我把狙神的格子拉开了 我面对面点他我其实不太痛 每一格有8%的额外伤害 对吧 但我还是赢不了 这下强度有点超模 你能不能放甩 啊坏了 这下强度有点超模 战盟已经蹲到了 他这个二进士 下面甚至还有个保镖转没上 然后法爆无尽青龙灯 确实有点超模 能拿得到全套吗 最好还是直接玩艾西 毕竟我太火了 啊 啊 啊 我全套还被他抢了 啊 我心太笨了 我心太笨了 我直接玩艾西吧 能拿 装备不行也可以吗 我先不低 我等到4-1 如果 再来一个艾西 我直接把这个东西住了 然后装备给过来 该住的住了 然后直接玩艾西去 硬冲艾西 4-1大第一波 我这也太胡了吧 这很难不玩吧 说真的 很难能说得住不玩艾西吧 可以住 反正 我抢个数量吧 6只 3-5 6只 白嫖的 我手里60块钱 这个阵容真的 就除了装备不行 我真的 不烂了 就看重铸柱住的怎么样 搏命一下 但我觉得 我这把玩艾西 就算住的不好 我 4-1 就三星艾西 不管怎么样 保底有分吧 是不是 这是最稳的方式了 你去搏 我现在能搏什么 羊刀合完了 没有清雨 基本 搏的就是一个4-4-2合 得来文了 两个乐门阵容 对不对 两个乐门阵容真的很好搏吗 也不见得吧 我可能会在7能口低 这波先上7再低 不想输 我先上7 上7-0 差2只 差3只艾西 可以上7-0 上7同时能递近和 因为艾西其实也是一个7能口成型的阵容 上7才能递到近和发条 6能口递 你万一数量太少 其实是 会把自己玩奔的 好我还有40块钱 那下一波就是7能口50块钱 就看这波狼给我爆什么了 狼爆好一点 真的玩艾西 感觉我已经走下艾西了 狼爆差一点我也会玩艾西 就铁艾西了 真的铁艾西 兄弟们 真铁艾西了 这把真的铁艾西了 就看狼爆得怎么样了 开始施法 狼哥 我好惨 从小孤苦伶仃 家里面穷得一逼 就没吃过护甲盒 就没吃过攻速盒大剑 真的狼哥 全套也可以 狼哥 我真的太穷了 从小我的妈妈就告诉我 就全靠狼哥 出门靠狼哥 啊 你X 还行 狼哥可以的 狼哥 狼哥真行 狼哥真行 狼哥可以的 我爱狼哥 日言 缺个鬼术日盐要不合着吧 好吧 老横 找完 等啊 护甲 哈 哎不对我怎么少个散剑啊 我少住了个散剑 也行吧 也不太行吧太不行了吧这 我少住了个散剑 嘿嘿我的话失误了 我失误了兄弟们 我少住了个散剑啊 是吧 过载了 不是演的过戏演的过载了 戏演过载了 卖点东西 麻瓜东西先卖了 新的家先上去 这学者怎么办 学者 学者 冰心怎么办 40块 坏了 IC不出了 我上面有两张IC我知道 我提供点输出 我现在输出太低了 海克斯不是很好 这种艾西大概率就是吃个乱 好喝 哎 来个布隆下狐狸 然后两学者 然后再挂一个那个 学者转肯定比格斗转有用 虽然不是特别好 但也还是能接受的 艾西 杀完了艾西 哦好艾西杀完了 艾西杀疯了 帅 哈哈 ok这样就是 保底有分了 然后再补艾西的装备 或者补个狂徒也可以 这波 这样就是比较稳 就是最稳的打法 就是我三星艾西出展 虽然我海克斯不升好 艾西这个 这个东西等于没有的 你看他的魔法上就知道 370点魔法上 等于没有的 这个是一个经济的海克斯 我目前海克斯是等于 没有零战斗力的海克斯 零战斗力海克斯 我们都知道艾西是玩不了的 但是 等会 狂徒 不知道什么来着 不能跟你们多讲话 这就是为什么自己上分 不讲话的时候好上一点 因为讲话很容易烂掉 讲话很容易分心 冰心给谁啊 冰心先给你吧 你先用着 说不定再报个重铸给我 是吧 我再铸一次 大家有没有发现阿北的失误 很多时候都是来源于讲话 这个大家应该都发现了吧 不讲话其实还好 讲话就是很容易失误 这个净四枪全空兄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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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终于支到人了 这净打了一千三支了两轮 哎呀有点差 这波出的有点差 可惜了 四保镖吧 看AB阵容多不多 斗毒 德德子 这能德子 标一下 要 他要追三星呢 AP AD AD AP 就两个AD阵容啊 这四保镖拿的有点怪 但是应急护甲的话 又有什么用呢 只能四保镖的吧 好像拿不下手了 别的东西 先撑个白魔 撑个布隆 这个东西还是要的 重伤肯定要的 打这种斗毒带科技枪的 你肯定要有重伤的 我感觉我打他不好打 我四保镖 对他没用了 完全打不了他 现在进入到烂分阶段了 这种海克斯的 等于没战斗力的 艾希 这帮谁都打不赢的 但我血量高 开始烂 不要想着上酒 就硬熬死他们 学者 四保镖 两星狐狸 还是要的 那我六星底下 怎么办 要么 学者也不能下 学者转 能不能上四G啊 感觉缺点伤害 八条也没有 啥都没有 这保镖转拿的有点干 保镖转很干 拿的 无尽 同样上四G 五星迪迦 再下一个拉茲保镖 上个四G 这样有伤害 好吧 我觉得这样合理 兄弟们 这样合理 是吧 下个垃圾 这种东西 我五星迪迦 这个保镖 为了给 四G去拿 因为全是AP针 这样很合理 四G就有伤害了 不然我打不动那些东西 输出频率太低了 嗯 很合理 非常合理 有分了 上九整八条 也有分这样 八条 无力追个三 作为上线 然后 那家死的没 他不会三星了吧 六张 五十块钱 这德莱文肯定不能卖的 然后换个女枪 带个重伤 好 艾西笼罩这边 一个笼罩这边 有塔姆 塔姆挺烦的 能不能秒一手塔姆 艾西笼罩 母哥 母哥 母哥放不出来 母哥 真别别别 我觉得还得低点质量 我质量有点低 殿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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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完美 他這些其他其他東西打不死我愛惜了 硬扛他4槍 全是... 這個地方 無敵科技槍的意義倒不是給自己奶是給別人奶 這一波我們最重要的範圍是... 讓他去找個吃 他打堂姆都下掉了 這什麼意思啊 你打我下堂姆 他是覺得我贏我嗎 打我下堂姆有點羞啊 自殺是吧 自殺是吧 說真的 他打我把堂姆下了 我沒看懂 我有可能能吃雞啊 這種很爛的海克斯 如果有一個主播跟你說 你玩寒冰是這種海克斯 可以玩的話 你一定會想抽他對不對 沒有機器人 三星 德賴門 雙九 德賴門還是要卡的 三星 暴龍 打這家要靠狐狸 嗯...好像不太行 狐狸沒偷他 那就打不了了 這家強度有點高 可能會輸得很多 但沒事我還能... 我還有很多隆挫 能上九...上九掛發條 一個攻速的體神 加兩學...兩白魔 分肯定有 這家上限有點高啊 三星德賴門 他不三我感覺也打不過他 確實打不過他 他強度太高了 你看這個樣子就知道打不過了 五值四金利 VIP 德賴門 這種丟起大漏兩個頂在前面 我寒冰過不去 就打不贏了 哦 哦吼 再來兩個球 全收 丟 丟 全死 OK 前三 這邊他還能抬一家 前二 好感覺走到上前了 接下來的三十血 感覺是他的玩具的 我打不了他的 兄弟們 這家打不贏 他下一波肯定換右的 我們盲換好了這波 盲換!這邊 鐵這邊 有機會 直接打得來文 狐狸直接打得來文 哎呀 狐狸還是打他了 狐狸不夠聰明 那他清我太快了呀 兄弟 這怎麼打 我清他這個 慢得很 他清我這個太快了 可以點 感覺打不過 下一波還是猜他盲換 我猜他就在這裡 但是 對位是對的很好 但是硬實力真打不了他 進 哦 這這這這這這 算給他爽一下吧 確實打不了 可以!第二 完美! 這個第二 我覺得拿的不遠 第一的強度差的有點太遠 是不是開始上風了阿伯 阿伯悟了 我執著於某幾套陣容 所以我掉大分 這版本說到底 上風的秘訣就一句話 來什麼玩什麼